大罕後大鎮應染 四川6.8級強鎮 成都居民避難 被大白阻攔 補給軍需物資 殺得反盜系統搬入美軍駐韓基地 美國四大動作連出 加速與中共脫勾 生存成民企難題 東莞港資萬人大廠宣告停業 忠不忠看三句一分鐘 新華社社長肉麻捧集 引熱議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9月6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9月5日12時52分 四川金枝州魯定縣 發生6.8級地震 震源深度16公里 當地出現建築物受損 道路毀壞 山體塔坊 房屋倒塔 有人員被壓等情況 中新網報道 居住在魯定縣冷積陣的九明家 當時是7樓辦公 九明家說地震時 遇到都快要站不住 他還說 周圍居民都在樓下的空曠地方避難 周圍有部分房屋出現裂縫 有影片顯示 魯定縣的大街上 聚集了大批居民 他們不安地通過手機 瞭解地震的情況 疑似農貿市場的一個地方 有巨大建築物塌了 摘雙棉居民的腳 似乎傷勢不太嚴重 官方說 這次地震有這範圍廣 震感強度大 範圍主要集中在 四川省重慶市 雲南省 陝西省 貴州省等地 地震震源 距成都市大約226公里 成都市民反饋 震感明顯 出現建築物受損 場體開裂 家屍移位等情況 有大量市民 拍下地震瞬間的場景 大陸極目新聞報道 成都市錦江區市民謝先生 家裡住在21樓 他表示 地震的時候 明顯感覺到樓在搖動 人都跟著搖 另外有影片顯示 有成都居民用被包著 站在家大樓前 據說 在上午排長龍幾個小時 做完核酸之後 回家休息 誰知發生地震 放亂之際 包著被就衝出大樓 地震的時候 成都處處於疫情封控狀態 有社區居民緊急落樓被難被阻攔 居民希望防控人員 理解緊急情況要求放行 但對方聲稱樓房並沒有倒塌 不放行 雙方發生爭執 有影片顯示 一座大樓大廳 有幾十名居民 要求大白放行 但對方拒絕 細樓在哭 憤怒的居民爆粗口 大罵 風控無人道 另外因為地震被難 和風控的矛盾問題 引起社區業主之間的打鬥 一段影片裏面 一名叫盧思惠的律師 要出大樓避難 但遭到保安 以防疫位游攔阻 盧思惠強調地震是現實危險 詢問對方是地震避難重要 還是隔離重要 沒有想到和社區業主 竟然告解他 說不要影響其他人的情緒 於是雙方發生爭執 盧思惠被業主夫婦勾打 打到流鼻血 說這個地震來了 究竟是風控重要 還是地震更嚴重 他就說我影響其他人的情緒 有民眾留言感嘆 和這些腦筋有問題的人 同處一個社區真是倒霉 還有民眾表示 中國的災難 三成是天災 七成是利子人禍 從8月開始 四川重慶相繼出現 世上少有的高溫干旱 網上熱傳大罕之後是大震 紀元頭條在上星期節目裡 也有做過相關的報導 沒想到四川這麼快就發生6.8級地震 此外在地震前 民眾反應也有多種徵兆出現 9月4日 四川感觸上空出現大量蝙蝠群 好像每天災難片一樣 民眾上傳一段影片說 9月4日 四川某地魚塘裡的魚飛出水面 地震之後 有民眾表示 高溫干旱 停電 限電的日子過去了 現在疫情狀況又不太樂觀 現在地震又突然其來 四川這段時間太難了 直到9月5日晚上10點 中共官方通報說 這次地震已造成20億人磊爛 30多人受傷 相關消息有待掌報更新 韓國總統尹錫悅 突然強硬政策 已應對朝鮮核威脅 9月4日 還有物資的軍車 留夜進入駐韓美軍薩德反導基地 9月4日 大概十幾架軍車 留夜將軍需物資送到韓國昇州郡基地 那裏是駐韓美軍薩德反導基地 其中包括推土機等建築師工物資 一些反對者說 政府大概在凌晨1點半 封鎖了鄉村道路 將薩德反導系統設備 運到基地 尹錫悅主張 對朝鮮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實現薩德基地的正常化 是它的競選承諾之一 2017年韓國完成了對薩德系統 六架發射車的部署 這個決定引起了中共的腦怒 導致中韓關係轉冷 韓國前總統文在寅曾經承諾 不會部署新的薩德系統 以緩和和中共的關係 但尹錫悅上任後 韓國開始推行強硬對朝政策 主張加強與美國安全合作 並且增加更多薩德系統發射架部署 以應對朝鮮日益增長的核威脅 美國國務院9月2日宣布 11億美元對台軍售方案 包括60枚反艦導彈和100枚空對空導彈 同一日美國貿易代表也宣布 幾千億美元的對華關稅繼續有效 同時美國傳媒透露 拜登政府除了限制對中國出售高端晶片之外 還將會有限制中共經濟的大動作 美國國防部國防安全合作局 9月2日宣布 美國國務院已批准三項對台軍售案 軍售案包括價值3.55億美元的 60枚魚叉2型反艦導彈 價值8,560萬美元的 100枚響尾蛇2型空對空導彈 同價值6.55億美元 用於維護同升級能對來襲導彈 發出預警的雷達預警系統 這是拜登政府自去年1月以來 第六次對台軍售 也是最大的一次 在之前的5次對台軍售 總價值也達到11.73億美元 對台軍售案必須經過美國國會審查 但兩黨議員的國會助手都表示 預計不會遭到反對 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對此提出抗議 並且要求美國立即撤回軍售案 就是對台軍售的金額大幅提高 而且它主要都是出售先進的反艦導彈 還有空空導彈等等 這些都是屬於進攻性的武器 它意味著美國在台海的軍事平衡上 加大了對中共遏制的力度 台灣金門大學國際企大陸 事務學系副教授盧正鋒表示 拜登上台一年半以來 美中的戰略競爭越加明顯 因為中共想超越美國 還要改變現有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和規則 聯合西方國家共同來對抗中國的力道 只有會在持續的強化 在這個中共大規模的繞台軍演之後 這個計劃它被擱置了 它說明其實拜登政府是知道這些關稅 它對中共的出口產業是有壓力存在的 現在維持繼續對中共的關稅 它已經是被拜登政府作為對中共的這種大規模的軍演 單方面的改變了台海的現狀 當成是一種經濟懲罰的措施在進行使用了 《華爾街日報》也報導說 為了更好與中共競爭 五角大樓上個月成立了一個由高級官員組成的老虎小組 以簡法流程更快將美國的無人機、直升機、坦克等武器 送到盟友手中 唐靖遠認為美國國防部簡化了軍售的流程 向台灣《華爾街日報》提供武器 這個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整個國際社會 進入了一個衝突和戰爭風險躁然增加的階段 也表明美國對台海局勢不樂觀的態度 另據彭博社報導 拜登政府除了限制對中共出售高端晶片外 還在考慮限制美國企業投資中國科技企業 唐靖遠分析說 美國這些動作都說明美中正在持續脫勾 8月31日 廣東東莞一間有36年歷史的老牌港資企業 外高集團宣布停業 萬名員工被解散 今年東莞已經有多間工廠倒閉停業 中共清零防疫政策下 如何生存已經成為民營企業 需要面對的首要難題 外高集團在停業通告中說 公司管理層雖然上方設法 多方尋求支持 苦撐了幾個月 仍然沒有法子扭轉頹勢 目前已經是全面停產停業狀態 經公司管理層慎重考慮 決定外高東莞公司 在2022年8月31日正式停業 外高集團是1986年 在東莞投資設廠的港資企業 國際著名的消費電子產品生產商 主要生產和銷售電子製品 單車、插頭、控制線 中資立研發機構 研究和開發電子產品新技術 在行內可謂苟負盛名 自從疫情爆發以來 產業鏈加速轉移 導致很多東莞工廠倒閉停業 外高集團也未能在這次危機裡安然過關 據電子新聞報導 去年12月28日因為巨虧4年 外高集團的董事長梁偉成選擇跳樓 據了解他跳樓的原因 是外高電業多年來持續虧損 負債累累無力扭轉 最終選擇了這種極端的方式令人唏噓 財經評論人士蔡勝坤 8月31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 東莞曾經是港台企業在中國設廠的首選之地 是珠三角一帶吧 那個時候因為大量的年輕勞動力 而且是廉價的年輕勞動力 在那個年代為世界的廉價商品 應該是擬下了汗馬功勞 也為中國的經濟騰飛 本來是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但是現在主要是倒車的速度太快 蔡勝坤所說的中國倒車速度太快 指的是中國經濟正在由開放營急速轉向封閉營 他說隨著產業鏈外移 很多企業已經轉移到其他國家 蔡勝坤認為從中國社會形態分析 即使中美之間沒有發生貿易摩擦 沒有疫情 產業鏈也會移出中國 因為外商在華投資風險越來越大 今年以來除了外高集團外 東莞已經有多間工廠倒閉 近日華為蒼白人任正非對內部講話時表示 未來3至5年會很難 強調想盡辦法生存 還說要將寒氣傳遞給每個人 不過隨著大陸經濟環境的惡化 生存對於民營企業 特別是中小企業需要承受的壓力 只會越來越大 中共二十大定於10月16日召開 中共宣傳系統已經開始為習近平連任造勢 新華社社長富華日前提出3個1分鐘口號 因為對習近平的吹捧過於肉麻 引發輿論嘲諷 富華在最新一期中國網信雜誌發表題為 努力建成國際一流新型傳媒機構的全名文章 提出新華社要做到3個1分鐘 1分鐘都不站在黨的隊伍之外 1分鐘都不偏離習近平總書記指引的方向 1分鐘都不離開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的視野 中國網信雜誌是由中共中央網信辦主管的期刊 富華在文中說 新華社將始終聚焦核心 宣傳好人民領袖愛人民 人民領袖人民愛的深厚情懷 富華的上述文章發表之後 引發民眾一片嘲諷 說對父母都不會這樣啦太肉麻啦 幾十歲的人講出這樣的屁話失禮人 比文革的獻忠心還要嘔心 還有民眾用富華提出的3個1分鐘做句 說1分鐘都不離開拍馬屁 1分鐘都不離開講假話 1分鐘都不離開做奴才 法廣表示3個1分鐘不是一般的效忠 是向黨內還有猶豫的官員發出的信號 同時也是威脅 從中共日前商開國安部高官劉彥平 並且將它歸入孫力軍政治團伙來看 黨內政治清洗始終在進行著 二十大前二十大後不會有停止的一天 這個意味著黨內並沒有達到 所謂為習近平命是從的地步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還有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頻道繼續營運下去 各位我是雪兒明天見